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访美期间外界呼吁奥巴马公开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法轮大法信息中新提出10点关于中国现状的事实 呼吁新闻媒体、人权机构、美国公众 特别是与中共官方会见的美国官员应该事实给予关注 这10点有关中国的事实描述 中共正在进行广泛系统的迫害成千上万无辜民众 门中指出 法轮公宣是世界上最大的良心犯群体 每隔三天就有一名反路工学员被迫害致死 门中还表示 中共暴政的受害者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反路工学员并不是中共暴政的唯一受难者 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疾害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列举出了近期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几个迫害案例 比如25岁的未婚女幼儿教师胡喵喵在河北劳教所遭受严重摧残 前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朱颖 于2010年9月被绑架到看守所 五个星期后被迫害致死 契机中心指控 中共正在采取一切办法掩盖犯罪事实 并转移外界的注意力 同时中共官员正在将这场对法轮公的迫害输出到海外 包括美国 其中的一个例子 是2008年纽约法拉盛的十里香菜馆 先后三次把法轮公修炼者拒之门外 涉及吸人 其中包括一名八岁女孩 美国司法部在2010年8月对这个案件做出裁决 谴责这种做法可止 要求不得及视法轮公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认为 这十点事实意义重大 他说 我们面对残暴不能做事不管 这种残暴被美国国会议员称为 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公平 最残忍的迫害 武奥峰会期间 法轮公的信仰自由成为热门话题之一 信息中心呼吁更多的人采取行动 因为国际社会的正义生意 确实能够缓解迫害 保护中国大陆民众 新唐人记者 郑旭 百尼综合报道 郑旭